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下个星期开始恢复全面通关 所有剩余的条件将会全面取消 也就是说旅客出发之前不再需要核酸检测 也取消了入境配额限制 香港特首李家超今天宣布 目前的局部通关是安全顺畅有序的 新政策6号生效之后 两地居民可以随时随意出行 至于没有接种疫苗的海外旅客 也被允许入境香港 只是在入境的时候需要快筛 内地乖客一直是香港旅游业的主要经济来源 激情爆发之后两地居民无法通勤 估计对香港造成了270亿美元 相等于1,150亿令吉的经济损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